Random variable x is normally distributed with 12,25 so,我们在这边我们知道它的μ呢是12 它的variance呢是25 所以它的standard division呢是sq.25等于5 so,它在这边它告诉我px大过k等于1.4px小过等于k ok 然后我们能够想象的到呢 它是这样我的k是在这一边 k是在这一边 px大过k是这一个地方 这个是x大过k 这个地方是px大过k 是这个地方 ok 好 然后 这个 小过等于k 是这一个地方 这个 这个地方是px小过等于k 然后我们在这一边我们还有一个零的一个存在 ok 好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呃 我的这一个 嗯 我们知道呢 我的这两个加上来会是等于1 就是说我的px小过等于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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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px小过等于k 所以我px小过等于k是px大过k的4倍 so这个是我equation1 这个是我equation2 我就可以把我的这一个东西 扫进这一边 扫进这一边 这整个扫进这一边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有4个px大过k k加px大过k等于1 所以5个px大过k 会是等于1 为什么我刚刚不要选小过等于呢 因为小过等于我等下要找的时候比较难 我大过k这样会比较容易 所以我的px大过k呢 会是等于1.5 也就是0.2 好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也可以知道 就是说我的px大过k-min overstandard division min是多少 min是12 然后standard division是多少 standard division是5 会是等于0.2 0.2的话呢 我们在table这边找回0.2 0.2005 是这一个 0.2005 ok 然后 要减掉5 所以我拿到的是0.8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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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 我们从table那边找到propriety of z z大过z大过 z大过 会是等于0.2 所以我的k-12 over 5 等于0.842 大小positive ok 大大小小negative 大小positive 所以我的k-12 等于这个0.842 乘5 所以我的k 等于0.842 乘5 加12 所以我在这一边 0.842 乘5 加12 0.842 所以我拿到的是16.21 16.21 16.21 好 就是这样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要检查我的答案的话呢 so 我的propriety of 那一个x 大过16.21 ok 这个是我要check的嘛 会是等于propriety of z 大过 这一个 16.21 减12 除5 然后propriety of z 大过 那一个 16.21 减12 除5 0.842 0.842 所以0.842 在这边0.842 0.2 这一个等于0.2 然后我的propriety for x 小过等于16.21 会是等于这一个propriety of z 小过等于0.842 等于1减0.2 等于0.8 ok 所以他大过的 等于四分之一of 那个小过等于的 so 四分之一ofpx 小过等于16.21 等于四分之一乘0.8 0.2 所以在这一边我就有px 大过16.21 等于四分之一px小过等于16.21 好 正确